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对于娱乐圈中的绯闻,大家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但是除了演艺界,在企业家活跃的商界中也充滞着诸多情变新闻 都说在商界,当钱财多了之后,相对来说制约会少很多 而当欲望失去了枷锁之后,就算逃过前后左右那群往上升扑的水灵嫩媚 还不只有红白玫瑰在前后摇椅,更有随手弥补年少时憧憬的诱惑 作为商人,很难拒绝这种小投入、低风险即刻到账的高回报模式 今天的主角王文阳便是这类人 王文阳1951年4月2日生于台湾新北市新店区 一个极为富贵的家庭 他的父亲是台湾企业家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 被誉为台湾的金银之神,与台湾的松下信之助 然而,作为家中长子的王文阳 他的生活却与人们想象中的有着极大的区别 王文阳的前半生时常遭遇缺钱的状态 王文阳是家中的长子 他出生的时候,王永庆只是一个木材商 事业规模还没有那么庞大 父亲王永庆旋力不高,但他却极为注重教育 为了让儿子能够有所成就 王永庆将13岁的王文阳送到英国求学 王文阳在念书上天赋很高 17岁就考上了帝国理工大学 24岁拿到化工博士学位 然而,在辉煌的背后 王文阳在异国他乡的求学道路却充满了波折 当王文阳告诉父亲自己还要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 注重教育的王永庆却极力反对 为了改变王文阳的态度 甚至停掉了他的生活费 年少气盛的王文阳虽然被停掉了生活费 但他却有着不折不挠的精神 坚持要念书 在博士生导师菲利克斯·温伯格教授的帮助下 学业优异的他申请了奖学金 然后用这笔钱来支付读博的费用 在拿到化学博士学位后 王文阳又改变了态度 决定将所学的应用到商业中 来证明自己不是书呆子 在上个世纪70年代 王文阳前往美国打拼 用了三年时间赚到人生第一桶金 此外 他还利用自己的所学帮助父亲的台塑集团 在美国新建了化工厂 由于个人能力出众 在1980年 王永庆令其加入家族企业工作 进入台塑集团后 王文阳充分发挥了资深的才能 来发展家族事业 王文阳这一生在事业上 从来都是正面新闻居多 要说他唯一的污点 便是婚外情一事了 我们先说说王文阳的原配 陈敬文 值得一提的是 王文阳虽然花边新闻不少 但和他真正有过婚姻的 只有大他四岁的陈敬文 两人是在英国念书时认识的 后来在王文阳的苦苦追求下 终于相恋 并在1975年结婚 之后王文阳与陈敬文 一同赴美 拓展台塑业务 那段日子 是陈敬文最开心的时光 婚后两人还生了一对儿女 但这段婚姻 后来却变了调 在1995年 时任台大管理学院MBA 前副教授的王文阳 与学生吕安妮却爆出婚外情 让陈敬文原本平静的生活 掀起了大波浪 面对丈夫的不忠 最初的时候 陈敬文选择沉默 据媒体报道 王文阳与吕安妮的师生恋 在未曝光前 已暗地发展三年之久 但陈敬文却帮忙隐瞒 以低姿态 想挽回王文阳的心 施爱王文阳一生的陈敬文 甚至通过改名 以求改变命运 希望与王文阳破镜重圆 无奈事与愿违 婚变后 热爱艺术的陈敬文 既情油画 还曾经亲手写了心经的书法 送给公公王永庆 当作生日礼物 这位掌戏的温柔懂事 已让王永庆格外疼惜她 然而 陈敬文虽有王永庆的支持 但王文阳心已在吕安妮身上 两人几乎是形同末路 2007年1月 陈敬文又得到一个噩耗 他在一次检查中 发现自己罹患第四期胃癌 并于同年6月 陈敬文病逝于林口长庚医院 享年60岁 据了解 追死礼拜那天 会场由王文阳一手打理 整体以白色花戏为主 只有王文阳领着一双儿女 献上唯一的红玫瑰给陈敬文 虽疼爱陈敬文的王永庆 虽没到场 但其他二三房成员 几乎全数到齐 至于王文阳的女友 吕安妮则未出现 而后为了陈敬文 其长子王权仁 则在2011年创办 王陈敬文慈善级机会 并在他生前任教的台义大设置 王陈敬文绘画创作讲 时至今日 陈敬文已逝世14年 据悉 当时吕安妮 为了能和王文阳在一起 曾写了一封万言自白书 送到了王永庆手上 希望王永庆成群二人 还说他可以不要任何名分 就想跟在王文阳身边 其实王文阳的父亲 王永庆一生也有过四个女人 王文阳的母亲 杨娇是第二人 两人结婚的时候 正是王永庆的创业阶段 母亲不仅要照顾一家人 甚至还要为寄宿在家的 公司员工洗衣服 一年到头就没有休息的时间 杨娇在生下大女儿后 就发现王永庆在外面有女人 后来一气之下搬到了美国 生活结局窘迫 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王永庆对此从来不闻不问 也因为这件事 王文阳的内心一直记恨着他的老爹 王永庆在看到吕安妮的自白信后 狠狠地教训了王文阳一顿 王文阳却忍不住质问老爹 为什么就你可以有三妻四妾 我就不能吗 这个质问让王永庆对自己的儿子 十分不满 顺怒之下在名片背面上 写下免职几个字 让公司高管吴清仁给王文阳 吴清仁是王文阳的师父 看到这样的结果很是不忍心 在他的努力下 终于把开除变成了免职一年 王文阳离开以后 他的办公室一直保持原样 因为大家都以为一年后他还会回来 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 他却被兄弟陷害了 有人曝光了台宿的机密文件 而这些机密文件归王文阳管理 王永庆无以为是王文阳为了报复自己才这么做 大怒之下宣布王文阳再也不用回来了 从此王文阳知道他和台宿是真的完了 此时的王文阳已经44岁了 在不获的年纪中回到起点还是有点可惜的 有人说如果当年王文阳能够放下身段 向父亲王永庆求个情 那么王永庆或许会让王文阳留在台湾 然而王文阳却很倔强 他苦闷地度过一段时间后 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离台富美的王文阳遇上了人生的贵人 田长林 邀请王文阳去学校教书 在1996年 王文阳又辞掉了教书工作 前往广州开始创业 在事业的起步阶段 为了完成创业梦想 他从朋友那里筹集了几千万美金 创办了红人集团 在王文阳的带领下 如今的红人集团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已经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 在电子塑胶领域保持着20多年世界领先的业绩 资产超过100亿 与此同时 王文阳也成为了亿万富翁 有了自己的事业后 和父亲的关系也得到了缓和 王文阳带着孩子开始经常回家看望父亲 但两个人再也没有提起回公司一事 现在王文阳的女儿王思涵和儿子王权仁都已结婚 有人问对女婿和儿媳满不满意的时候 王文阳说只要儿女喜欢就行 当然到现在为止 他与吕安妮都没有结婚 王文阳说不想被约束 但是两人非常恩爱 不过后来又传出 王文阳与吕安妮分居的新闻 之后王文阳正年想见 与吕安妮生的小儿子王权利也受阻 甚至气得对吕安妮以妨碍自由及交付子女为由上诉 所幸在律师及亲友协调下 二人大和解撤杠 知情人士透露 双方闹得那么僵与家产分配有关 据悉王月兰是王友庆的大方 也就是法律上唯一的妻子 王永庆2008年过世后 传闻海内外可分配的遗产近6000亿元 王月兰依可请求夫妻财产分配近300亿元 但考量二方及三方无权分配 王月兰仅拿走约200亿元 其余由二方杨娇和三方李宝珠取得 因王月兰西夏无子 财产由二方长子王文阳代管 王文阳则陆续将代管股票分配给子女 当时吕安妮与王文阳仍是情侣 也与儿子王权利一样 获得了台速股票8440张 但远不及王文阳与大房生的女儿 王思涵每人获赠20万余张 知情人士还曾透露 王文阳这样的分配方式自然有他的考量 但也可能因此造成其他家庭成员的不满 也种下了日后双方决裂的导火线 其实在父亲王永庆过世后 王文阳曾与王文渊 王瑞华等人为了争夺6000亿遗产而上诉 不仅在海外行送追讨 在台湾也控告王文渊等人侵占的罪名 不过诉讼却全面落败 之后王文阳也曾向台北地院申请再度审判 最后仍遭驳回 尽管在这场争夺遗产的战争中 王文阳全面溃败 但是他自己的企业却一直发展得很好 值得一提的是 事业有成的王文阳 如今依然保持着年轻时候的习惯 遇见初次见面的朋友 总是会千功递上一张名片 广结善缘 在生活中 王文阳则和父亲王永庆一样 都是热衷于慈善 王文阳对社会的教育事业贡献颇多 不仅领衔规划了长庚大学 还亲自担任工程学院的第一任院长 纵观王文阳的一生坎坷颇多 但是他能力也确实出众 能在脱离家族的情况下 自己创业成功 并在商界享有极高的地位 不禁令人佩服不已 只是情感上的故事实在令人遗憾 至今未再婚的王文阳 似乎与孩子们也过得不错 希望他能这样一直幸福下去 也祝愿大家能在自己的事业上 努力奋斗 更上一层楼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他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鱼记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大嘴鱼记 敬请关注哦